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老師 今天要來開箱BOBO的新玩具 也是媽咪的新的溜娃神器 我必須要跟你們說 我真的買了太多台滑板車 滑步車 就是滑步相關的 就是BOBO的玩具之類的 我先跟你們說明一下 它的進化石 第一台 幾乎每個媽媽家裡面都會有第一台的這個 是什麼呢 給你們看 這個呢我個人覺得非常實用 因為它到現在都還可以玩 從它還很小的時候我們就買這台 它就可以這樣按按按 這邊有很多天氣的英文啊 數字啊 這一台到現在它都還可以玩 然後這個 小火車這個 投進去它還會有聲音 然後這個地方它可以當 在家裡面滑步 滑滑滑 然後扶著這邊可以滑滑滑 這台小火車CV尺超高 這台呢可以買 而且它很小的時候就可以買 趴著的時候就可以這樣按按按聽聽音樂啊 這個很推薦 幾乎每個媽媽好像家裡面都有一台 然後呢這是我買的第一台 然後第二台就是這個 其實它不是我買的 它是我 育嬰流亭之後呢 同事送我的禮物 可是因為滑步車太早買了 那個時候一歲的時候他們送的 是我自己選的啦 可是因為到現在態度還不太會滑步車 我覺得應該要差不多接近三歲 或是兩歲半的時候 它可能滑步會滑得比較好 這台才可以開始用 然後它這個還不錯的就是它可以調整高度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它可以直接站著 因為它後輪可以改成雙輪或單輪 所以它站著就很平衡了 另外呢 我又買了一台這個 這個叫做三合一還是四合一啊 這裡3in1三合一的滑板車 它可以當坐在上面腳腳滑 然後或者是拆掉過後呢 它可以當滑板車這個可以立高 然後椅子拆掉 然後小朋友就可以坐在上面單腳滑步 可是呢重點來了 小朋友如果不滑的時候坐在上面 你也沒有辦法在後面操控它 這是它的缺點 還有就是它在滑的時候 這個方向不是很好操控 它必須要這樣左壓右壓 然後BOBO雖然會滑步前進 可是它不太會操控方向 那我覺得要買這種滑步車的話 建議買後控式的 就是後面有一隻媽媽或者是爸爸 可以在後面幫忙他們調整方向 這個的話要它會滑步我覺得 因為它是這樣子壓去改變方向 所以缺點還是有 但就是可能再大一點 我覺得BOBO應該會用的比較好 然後它的座椅一樣有三段式的高度 1 2 3 它現在已經用到比較高了 那我現在是覺得這台可能要等到它之後 椅子拆掉然後這邊立高 變成一台滑板車會比較實用 那我今天要開箱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台 這台呢是四合一的 滑板車間腳踏車間滑步車間 媽咪可以後控的六小孩神器 那我今天就要先把它打開來看看 它是不是有這麼好用 你看我做這台CP值很高 它現在要開始玩了 這台真的可以玩很久 這台便宜又好 CP值高小朋友又安 好啦我現在來開箱囉 現在請爸爸幫我們取裝 現在請爸爸幫我們取裝 它可以這樣 後控式的腳踏車 就這樣子 然後它上面還有那個防曬板 然後這邊可以唯一算是護欄 那等它不用護欄的時候拆掉 就是一般的腳踏車 然後呢 還可以變成一般腳踏車 然後不後控 最後呢還可以變成滑步車 等它大一點會滑步的時候 就可以用啦 所以我會把水塞放在那裡 這些車子成功 就變成滑泥 倒進去 加水塞 小踏車的這個小踏車座 對你看它一開始是坐 坐這個椅子 坐這個椅子的 然後接著它會換成這一種椅子 然後變小踏車再變成 化布車 所以它要先裝這個椅子 因為它還不太會騎 所以我們要先裝這個椅子 放進去 等一下 全部組好你才可以上去 還不能坐 還不能坐 爸爸 等一下就借你了 裝好就借你 等等等等 對啊爸爸裝好就可以玩了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推出去煞布了 好嗎 原來這個椅子 你用第一階段的這個椅子 它其實是鎖在那個坐墊上面 所以其實你這個椅子不要用的時候 也不需要重新拆下來組裝 只要把這個有靠背的椅子拆掉就好 因為它直接裝在這個椅墊上面 這樣也是蠻方便的 好漂亮喔 紅色的耶 快好了耶寶寶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坐你的腳踏車出去玩了 最後就是要把它的護欄裝上去 因為其實它還是有一定的高度 我覺得摔下來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寶寶還是要用護欄 哇他已經迫不期待想要跳上去了 等一下等寶寶一下等寶寶 你看他幫你裝護欄 他幫你把護欄裝上去 你就可以其樂啊 好嗎 你要謝謝寶寶 你要謝謝寶寶 你要謝謝寶寶啊 你要謝謝寶寶啊 謝謝寶寶他幫你裝耶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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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 快好了 這是已經裝好了寶寶 我們現在就幫你裝護欄最後一階段了 你期待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就完成 冰狗冰狗 你先不要緊張 我們先去收積木好不好 他已經迫不期待在哭了 忍耐一下以後你每天都可以玩啊 請勿踩他 他這邊特別貼一個請勿踩他 他這邊特別貼一個請勿踩他 最後一個防曬板來囉 現在夏日炎炎還是要裝一下防曬板 不然他寶寶會變黑黑的 好啦 好 防曬板也裝上去 叮咚叮咚 寶寶完成了 你要你要 好 先在家裡面不能請教 寶寶等下帶我們去外面幫你試騎 好不好 寶寶寶 他超想要上去的 上座 哇 公主座 所以其實他手手如果不放在前面 他可以握在這個護欄上 有一些廠牌的 這個滑 就是溜滑的那種類似 腳踏車 他有的時候是沒有護欄還要另外追加的 所以他還有點加錢 這個本來就有護欄 寶寶的腿腿踩不到腳踏車 腿踩不到腳踏車 沒關係他可以放在這個板子上啊 媽媽我問你什麼 椅子不能調高度嗎 切外面喔 他踩不到踏板 烏龍 你想要出去了 好 爸爸先踩踩踩看可不可以把你的椅子 調矮一點 然後你等一下才可以踩得到踏板 好不好 哇你看他這個遮陽板可以往上去 好酷 寶寶幫你調腳踏車高度啊 好不好 我要褲子 爸爸我要褲子 我要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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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褲子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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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給你了啦 這是什麼牌子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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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讓爸爸可以給你 好好笑喔 寶寶 好笑喔 寶寶 可以這樣子壓低 哪一個 遮陽板很醜喔 還有一個缺點是 它沒有那個置物 置物欄 像那種很便宜的那種 娃娃車型的啊 後面都有置物袋耶 沒有置物欄 所以我們隨便弄一個袋子 裝我們的水 我們還幫它裝一個電風扇 所以它沒有地方可以放水壺 如果是那種玩具型的話 它後面通常會有一個欄子 這才你知道 好看歸好看少了置物區 這是它的缺點 再來就是新竹風很大 它那個遮陽板 它被吹著彈起來 但是壓回去就好了 這問題不大 而且中午也沒什麼風 很熱可以遮陽 它是一個優點 但是新竹風太大了 寶寶正好委屈你自己背著水了 反正它也超愛飛水的 然後我們還幫它裝了一個小燈 腳踏車的燈 騎不到啊 所以這台的那個什麼 騎乘者至少要90幾公分吧 對不對 它現在腳是可以碰到踏板 可是沒辦法轉圈 應該至少95公分的寶寶 才可以騎得到 寶寶現在頂多 我猜寶寶應該現在86 8687公分吧 寶寶快要90 所以他 腳碰不到那個踩踏板 所以我覺得應該至少95公分的寶寶 他的腳才碰得到踩踏板 他碰得到可是沒辦法轉 所以要買的時候 我就要注意小朋友的身高 不然他可以放在那個踏板上 給媽咪推 好啦我們要去散步了 太陽很大 寶寶 好可愛 我們要去散步了 給我吃爸爸 爸爸 爸爸 你的腳叫他努力變長啊 小朋友很餓了 喜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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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卡住了 你剛剛沒有看到 嗯 什麼 給我啊神器 爸爸 你怎麼來不能收啊 可愛喔 你缺點又不能收啊 他給他收 不能收 我之前要買可以搜的,你又說不喜歡 對喔,他還有一個缺點,不能折疊喔 可以嗎?鼓溜嗎? 這種可以嗎? 還算鼓溜耶 那OK啦 爸爸幾歲了 喔嗚嗚 蘿蔔 eki 你的二字 好吧 他板著,摸到頭了啦,弄太低了 好